呦呼大家好我是天使幽靈 已经有大概两三个礼拜没见了吧 今天要玩的是好久没有玩的Minecraft的小品地图 在开始游戏之前我有一件事情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最近的我 就是明明之前说好会一个礼拜上传两部影片的 怎么这么快就失言了呢 其实这一点我我在Facebook上面po文公告 那是因为我前一阵子都在赶论文还有补交作业的事情 而在上星期五已经补交完作业了 所以希望可以几个 所以现在就还有毕业论文还有论文海报继续赶工 而我这一次的实验呢是关于测量雪雕的体温的 你看他们超可爱的对吧 所以接下来直到9月17号前应该都不会有影片了吧 那等论文嚼嚼之后呢 我就会比较密集的上传影片 尤其是OneShot配音系列的 想把这个坑给填起来 而且我觉得配音还蛮好玩的 就是可以让我发现我可以有像 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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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样的声音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其他的系列 那我们今天要玩的小饼地图是和刚刚聊的主题有所相关的 叫做我要毕业了 先把画面切回来 这边有作者的话 你好 我是陆浅夏 首先要感谢你们游玩此地图 另外我是搜寻小笨猫这张地图的凝王 但我已经改名就是了 这次 这次帮忙我一起盖地图的 还有小咪大大 还有岛峰大大 现在就不再多说了 开始游戏吧 好 这里有箱子 游戏规则还有剧情1 哇 好累哦 昨天打咯 打太晚了 现在几点了 你一边揉着眼睛 一边拿起身旁的闹钟看了看 哇 你转过身 起床 并拿起校服 匆匆忙忙地出门了 已经8点半了 哇 为什么妈咪没有叫我起床啦 你边哭喊 边前往公车站 好 游戏任务 找到钥匙 并前往公车站 OK 所以我们要匆匆忙忙地拿起 这是什么 制服上衣 好 这边好多箱子 这里没有东西 你真以为这有东西吗 为什么 可是感觉一定会有真的成就或是之类的一幕混注在里面 有了 小彩蛋1 眉毛 为什么你这样 你这张地图要干什么 叫什么名字 老风向陆浅下问道 我不知道 我想一下哦 陆浅下陷入了苦恼 过了很久很久以后 我想到了 陆浅下疯疯癫癫地喊着 什么 小蜜 小蜜带着些许无奈的语气回答 呵呵呵 老子毕业咯 陆浅下喊出口 嗯 陷入了一片安静 呵呵 好哦 老风和小蜜无奈的回答 哦 好可爱 好 看来是没有 那另外一套衣服是什么 睡衣 哦 不是钻石 睡衣专用 那裤子呢 睡觉专用 好 钓鱼钓鱼 看 钓到什么鱼 看我钓到一只美人鱼 为什么要那个嘲讽脸 这是可爱的煤炭 我家的小炭炭 哦 毒苹果 白雪公主吃过的毒苹果 PS前几天看了零叉的二童书呢 好欢乐的表情 蛋糕 这是美味可口美味的蛋糕 带走 臭臭的肉 好 那这里呢 奇怪的药水 恶心发光 每天早上妈妈都会准备一瓶饮料 但今天的饮料怎么怪怪的呢 那我们来 喝喝看吧 毕竟是妈咪准备的 而且我也蛮好奇 发光是怎样子啊 发光 哦 会有堆个边框耶 好可爱哦 太晕了吧 天哪 好晕 大门钥匙 跟 八级 猫饲料 外形长得像猫大便 外形长得像大便 实质却是小红喵的饲料呢 我看到了 我已经看到了 这里 这里没有东西哦 你这里我也有东西吗 可恶 怎么 怎么可能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旁边这里 这点得到的吗 点不到耶 古老的裤子成就 古老的装备机 听说防御力很高呢 好 用这个跟你换 抱歉 应该不会有什么机关了吧 那我们就 摆设我们的大门钥匙 出发 这里呢 这里没有东西哦 可恶 为什么 可恶 都没有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寻宝高手 成就 小时候藏在这里的宝物 没想到还留在这呢 找到了 原来 果然没错 要藏一片一棵树 最好就藏在森林里面 虽然它是宝箱 看来是没有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剧情2 跟问心小提示 通常一个手滑 站在车子旁边的你 要是都掉到哪里去了呢 电脑电脑电脑 直到咯 你一边喊 一边往公车站 冲往公车站 我的 为什么大家都在这 跑到公车站之后 发现许多同学 都在这等公车 你一脸疑惑 并问了自己的好朋友 啊 近百见 为什么大家都在这 那个司机也不知道干嘛了 既然把公车钥匙弄不见了 我也是醉了 近北七说道 那 毕业电力怎么办 你惊恐你跳上跳下 一副过动而的样子 哦 卖挑啦 帮忙找钥匙啊 令北七扒了下你的后脑勺 让你冷静了下来 哦 对 找钥匙找钥匙 游戏任务 找到公车钥匙 并放在金砖上 好那 依据他刚刚给的小提示 一个手滑 会掉到哪里去 应该是 附近吧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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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得到吗 有耶 公车钥匙 第二号公车的钥匙 可放在金砖上 好 那这里有其他东西吗 我看到了 嘿 嘿 小菜单二 柠檬 可以帮我放一个路人甲 在这里吗 可以哦 你等我一下 陆前夏和导风 在马路上弄了一阵子后 呵呵 哎不是 要不要把路人甲 赶成小红猫呀 小咪带着贼贼的笑容问道 呵呵呵 可以哦 陆前夏一边回答 一边开始手上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 哼 又好了 我还顺便把他的资料给他咯 陆前笑 边笑 边说 呵呵 以后一定要叫小红猫来玩 当时在R7群里的各位都笑个不停 我觉得这样的小彩蛋还蛮有趣的 就是 透过这样子来告诉大 就是玩家们 当初的做这个游戏的初衷 世界通用货币 这个世界里买任何东西都要用这个货币来交易 好都是我得了 谢谢 司机先生谢谢你的捐款 感谢你的斗内 哈哈哈 路人甲路人蚁还有刚刚的路人小红喵 这边应该是第二个车站了吧 先看一下有没有东西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这里 神秘药水 礼籍伤害 恶心失明 剧毒 凋零 虚弱 悬浮 使用时减4点攻击伤害 成就 传说中喝下去就要人民的神秘药水 哦 他们 我觉得作者真的把这些成就藏得很好呢 好厉害哦 好 那么应该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吧 嗯 嗯 这边下面 有了 古老的头盔 成就 古老装备之一 听说防御力很厉害呢 好 所以这边应该是会有一整套的那个 钻石装了 好 我已经带着钥匙来了 各位借过一下 诶 等一下 好 我已经好多乘客等着了 来 呀 也是我的 嘿嘿 好 冲啊 哦 学校在后面 剧情3 你和金北齐匆匆忙忙地赶到学校后 遇见了一位老师 嗯 你们的胸花怎么没带啊 赶快去办公室拿你们的胸花 老师温柔地说 好多哦 你们俩 你们俩 齐声地说出口 带上胸花后 你们一起前往礼堂 听着校长的致词 各位毕业生 大家好 欢迎参加187年度的毕业典礼 现在 典礼开始 毕业典礼很顺利的进行者 长大后的同学会 毕业纪念册上的联系方式 希望能与你们有着不断的距离 游戏任务找到胸花 到礼堂找校长 好 你也会藏东西呢 没有吗 没有吗 好吧 那我们就先去一个个去这边课室 这是课室吗 一直一班 为什么要一直骂 为什么要一直说我飞机 这边好像没有东西 我已经听到 听到楼上的 诶 楼上的村民在叫了 彩蛋小剧长 现在时间107年7月8号 4点06分 我的好运哦 路前下将头埋进了双臂 默默地说了一声 那你先休息好啰 小蜜说道 嗯 我的天啊 我第一次玩minecraft盖地图盖到想吐 嗯 没错 这张地图我们从107年7月7日开始盖 盖了两天盖完 我们真的盖到头痛想吐肚子痛 然后何必自己找罪兽呢 好 不知道还有没有小彩蛋 小彩蛋4 好 那我们再去 这边 诶 找到了 办公室钥匙 这就是传说中办公室的钥匙 诶 放到死因砖上 那再去办公室前 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一间好了 这个是 2-1 为什么他一直放 一直说我北七 然后这边没有 Clear 哦 这个很明显这个东西咯 古老的鞋子 成就 古老的装备之一 听说防御力很厉害呢 好 现在我们这个还擦衣服 还有什么呢 看起来是没有了 这里呢 B.A.熊花 尊重再见 我刚看到那边有厕所 诶 我看到了 可恶 为什么 这里是 男厕所吗 真的耶 为什么 尿液 我只是无辜被残留下来的尿液 为什么那个嘲讽脸 哦 女厕 厕所间钥匙 别问我为什么在这 为什么 用过的卫生纸 用过的卫生纸 擦解舒适卫生纸 干架室更干净 为什么要一直嘲讽那个 那个脸好像哈哈哈哈 谢谢 好 总之我们在男侧拿到了 女侧的钥匙 哦 女侧的镜子比较大 那这应该是在这里了 没有 哦 结婚戒指 成就某位老师遗留下来的戒指 应该是丢卫生纸时遗留下来的 天哪 上面就是礼堂了吗 诶真的是有家长 家长老师 还有 毕业生 毕业典理是要唱什么歌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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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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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边先上去 重新来 重新来重新来 好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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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登登登登登登 딱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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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胸花交給校長 喔 可以換這個結束鑰匙 欸 我沒有在 好 要先再...要先先致詞對不對 先過一下 好 好像是只有第一名的 还是怎样才可以支持 对不对 非常感谢 大家 我要感谢我的 老师在我失忆的时候 总是鼓励我 支持我 让我继续走下去 也很感谢我的父母 花了这么多钱 让我在国外读书 希望可以顺利毕业 完成我的学业 让我的见识更加的宽广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 谢谢 完全不知道该讲什么 那应该就没了对吧 好 结束了 所以这边就是 入浅下小咪还有导峰 然后这边是成就区 有这个 读苹果 然后寻宝高手 神秘药水 然后疑心病重还没有 结婚戒指 然后古老的头盔 盔甲没有 然后 裤子跟鞋子 那 美味的蛋糕 就放在 疑心病重好了 然后 哈哈哈哈 古老的盔甲用钱买好了 哈哈哈哈 就这样吧 哈哈 好啦那么 呵呵呵 可是 坐着一直嘲笑我把旗 又那个嘲讽脸 你说我没有 东西没在这里哦 再扣一分 大概这样子 好 那么 好 以上就是 这一集 的 我要毕业了 如果有任何的建议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 这留言告诉我 如何做得更好 喜欢的话 也可以按赞订阅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 粉丝团按赞 我会在里面 po一些公告 或者是一些 有趣的生活趋势 嗯 应该吧 呵呵 好啦 那么 我们下一次再见 大家拜拜